而在重大的社會新聞方面 去年發生在高雄市的冷血世心慘案 這名失業的甜心男子 他是嫌80歲的祖母撈刀 推倒祖母之後 還踹他的頭用鐵鏈鞭打致死 法院上個禮拜是依殺人罪 判處他無期徒刑 法院指出 這個嫌犯殺人的手段是粗暴又兇殘 可是考量他犯後還坦承認罪 所以判處無期徒刑 對於這樣的一個發展家屬是痛罵說 這嫌犯是只想交保 毫無悔意 而且呼籲全民公審 給奶奶一個交代